这天西罗镇公所 来到今年度模范母亲的家中 贴红棒放鞭炮 提早为他们庆祝母亲节 感谢我们立场 推散我的母亲 模范母亲 我感谢 模范母亲 感觉到很荣幸 然后有时候可能还要在 就是继续做更好的母亲 然后一直以来 抚养三个孩子 是很辛苦 因为87年先生就过世了 就娶着个小孩 小孩很漂亮很辛苦 娶着个大孩 过年有黄包带好 阿父很高兴 对于母亲的付出 不管是儿子还是媳妇 都相当的感谢 也趁着这天 将他们的感谢说出来 我妈妈一四两的辛苦 让我们这三年 今天有一个温暖家庭 让我们这三年 生家里纸外 生家里约 感谢我们顶部 来为妈妈祝福我们的模范母亲 因为现在我们都住在一起 然后我有两个小孩子 她平时就是有空帮我带小孩子 然后我们现在有在做布农 她也空就去帮我们 很好的婆婆 另外西罗镇公所也将在5月4号 举办西罗镇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欢迎所有得奖的模范母亲 以及亲友们一起来庆祝 我们西罗镇的这个模范母亲表扬 在新历的五月车市 在我们西罗镇公的礼堂 四点报道 在这里也保佑到我们27里 我们这个模范母亲的妈妈 带到我们家里的大大小小的 我们西罗镇公所来 许这个表扬来跟她共议这个 母亲节就要到了 希望所有的乡亲都能来向母亲表达出感谢 记者协议成采访报导